148 《文匯報》 馮家進不理禁令稱 A.記 秦啟維維通告向阿市致歉 2015年7月11日娛樂頭條 A.21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裡慶傳 阿市藝員秦啟維 維維 投資的免費網絡頻道 A.記 昨日舉行發佈會 但原先大會日前發給傳媒通告寫有 A.TV多多聲氣 但永遠指紋樓梯肯等有異貶低阿市之用語 結果通告上列出會出席的阿市藝員蔡國威 完結及執行董事業家寶軍會現身 有傳視阿市下令所有旗下藝員不准出席 只有一組答應為為擔任私儀的馮家進現身 A.記 早已於各大小網上社交平台展開宣傳 多位前阿市藝人包括包喜正、陳啟泰、林偉晨及原文傑均有接受訪問 指示前晚採訪通告上社上A.TV多多聲氣 但永遠指紋樓梯響 正總前扭羅跳舞直播晚會訂售8.5部死訊 觸犯廣播條例謙新等亂局級阿市靠不住 台前幕後惟有團結至強等字眼 結果觸怒阿市 前晚下令旗下藝人嚴禁出席 A.記記者會 指成林偉晨及袁文傑等前阿市藝員出席 剛從歐洲返港的現役阿市藝員馮家俊則因答應擔任司儀 仍不管禁令現身 主人家惟惟在台上對兄弟之支持也感動流下熱淚 惟惟對通告事件作出解釋 他指A.記事聘用公關公司負責做宣傳 自己過失事於沒先看過採訪通告 他回應說 其實A.記事葉家寶鼓勵我去創辦 讓我嘗試幕後工作 也主力負責創作方面 惟一直未有留意宣傳 然已沒有再用那家公關公司 對不起 阿市 大人有大娘 原諒我 他透露前晚與葉家寶通過電話 對方都提問為何採訪通告者般用字 是否為吸引更多記者到場 他也隨即跟家寶道歉 顧明白他為光失去立場不方便出席 其他阿市藝員怕禁戒缺席 他亦都是理解的 至於馮家俊稱有留意葉家寶之前在博客還支持 A.記 但大前晚身在歐洲及收到通知叫他不要出席活動 令他有點感到混亂 家俊表示跟阿市指姓蘇月合約 他不擔心會給秋後算帳 林偉晨也是剛從內地回港 他也得知通告事件 而他早於2013年約滿阿市 今次事來支持惠惠及前阿市導演等團隊開設這平台 稍後更會參與拍攝關於單車自介遊等節目 葉家寶望秦啟為注意溝通 葉家寶昨日也於博客回應 剛剛看到有報導談到有關 A.記網上平台的事情 其實跟著我們的藝員科及公關同事都已向秦啟為了解事件 他也向我解釋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同事們都提醒他日後須注意與內部團隊成員及公關公司溝通 以免產生今次的誤會 藝員作多方位嘗試 裝備與挑戰自己 我們都肯支持與贊成 然而亦須注意各項協調配通 將事情做好 以免節外生之 以作晚家寶七席年輕人 來自港座《大時代人生交叉點》擔任演講嘉賓